品牌故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宛如 今天2015年的第一天 我想宛如跟大家来专享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让大家在今年第一天的开始能够充满着元气 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 其实在台湾我们记得2014年的时候 有好多食品安全的问题 那时候整个台湾谈到了吃 可以说是乌烟瘴气的 但是我们如果还把情绪埋在过去 那会觉得说好像永远都是停滞不前 一直不断的在抱怨 然后不断的在恐慌 其实台湾有一群人 他们的日子过得不太一样 他们是去更积极的去思考 怎么样去改善食品安全的问题 怎么样去面对在食品里头 有许多的加工产品的添加物 到底我们该不该吃 如何吃的安全 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就特别为大家访问到 好时机农食整合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谢生佑 我们姑且他称他为谢老师 因为谢老师以前是我在研究所的老师 所以当我知道老师他从一个教书的殿堂里头的一个学者 转变成为一个卖菜的 感觉这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谢老师请到节目的现场 老师你好 宛如好 老师这个怎么说呢 你现在在卖菜 是啊 你怎么都跟人家这样子介绍你自己 这很有趣 为什么当我们听到说 你是在大学教书 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 然后如果他跟你说他是卖菜的 你可能觉得他是一个很卑贱的职业 可是事实上你想一下 那种到底卖菜的 他对一个人的 对人的那种日常生活影响比较大呢 还是在大学教书 其实卖菜的不见得影响是比较低的 对 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好像大学教书就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然后卖菜的就好像要打个问 不过我觉得这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我当初为什么会说 本来在学校教书嘛 那时候是兼任 当时候为什么就没有继续教 我就跟学校说 我可能辞掉了 请要找别人 然后我就来弄个这个公司 一个社会企业 其实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农业跟食物方面的工作 那是有一些机缘 因为我当时候我同时是在一个基金会工作 那我在那个基金会是行动总监嘛 就规划他们一些行动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有一个计划是青年下乡的一个计划 也在那个时候 大概对农业的一些议题有比较更多的了解 但我自己也是从农乡长大的嘛 我对于农业所农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当然我自己就也蛮清楚的 就自己小时候成长的背景环境嘛 那加上我当时我的老婆 以事研究所毕业就一直在农业领域工作 那当时候我就觉得说整个问题 整个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 整个产销的缓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这个产销缓解不做一些改变 不做一些突破的话 那其实不要说是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其实是很末端的 那是农产品的原料做加工 取经到消费者的手上了 最末端的 最末端 甚至连农产品的生产本身都是问题很大的 如果你认真去思考 你会发现那整个产销体制 才是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因素 它怎么去改变这件事情 后来我跟我老婆想一想说 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不断的讲 那也没有用 不如我们干脆自己试着创业 我们自己来创造新的行业形态 我们创造新的流通模式跟服务模式 怎么样建构一个 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 透明度是更高的 对农民愿意用友善方式生产农民 是更有保障的 我们就创造这样的机制 我觉得这样的机制创造出来的 我们才有办法比较根本的去解决 整个饮食安全的问题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就非常多有勇气 然后就创业这样 是真的是要很有勇气 因为在以前谢老师他教的是哲学思想 教的是很多社会学大学问家的这种 一些想法理念 可是你真的要把理念落实到社会里面 然后现在成立了一个像社会企业的一个创业模式 会让大家想到说当中有很多分杂的事情 你都要去面对去处理 而不是单纯的只教大家怎么样吃的健康 对对 没有错 其实创业经营公司跟经营教室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经营教室教书就是把书读好 读清楚然后讲清楚 就好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吴胜 吴胜老师 诗人 诗人 他也是在跟我聊天 我讲一句话 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教书这个工作 他讲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他说其实老师是最没有良心的行业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教错都不用负责 吴胜老师在现在是退休状况 退休之前他也是一个老师 对对对 我讲这个很有趣 他说他教书有时候常常会教错 有时候教错 你可能也不知道 是啊 你可能 特别是我讲的是文科 理工科可能教错做实验 马上就知道 有时候文科你可能教错的一个 一个观念或者教错什么 你可能自己都没有发现 你可能很久之后读书才发现 我讲错了 马克思不是这样想 我理解错误 但是你不用负责 对可是学生已经吸收进去了 甚至毕业了 对没有 我突然想到他以前跟我讲这个 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让我想到其实 可是做公司就不一样 你经营公司跟经营企业 跟经营课堂就不同了 你的判断错误 你的一个决策错误 他造成的损失是直接的 或者你对消费者造成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所以这里他不大允许错误的空间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有一次我们在协助农民 因为我们的农民很多形态 有些农民是畜牧 那畜牧我们就会鼓励他做友善畜牧 友善畜牧的意思就是说 他低密度饲养 然后最好在不要用农室 是可以用放养的方式 让动物可以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可以自由的活动 那不要使用合成饲料 尽可能是以这种 比方说他剩余的农作产品 或者产跟菜肴 这些来作为饲料 就是动物也要去天然的东西 不是加工过后的饲料 那这样的一个友善畜牧 由一两个农民这样配合 去生产友善畜牧 结果他们生产之后要屠宰 屠宰要冷冻 冷冻的时候 我们后来出货的过程 我不晓得他们货运业出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出问题 那总之呢 就是第一个收到的消费者 这个肉有退冰的现象 我举这个例子 事实上你稍微的退冰 它不一定是坏掉 但是拿到消费者手中 我会觉得这样不对 因为我既然买的是冷冻产品 你就不应该让我看到有退冰 有退冰的现象 对 然后有这个现象的时候 当我那时候是出货出个三十几个客人 然后我当时就打去问 就有的时候有这个现象 有的时候没有 那刚好我那时候是夏天 因为夏天有时候 货运业量多的时候 确实会有一些这种状况 那我没有办法冒这个风险 那我就打电话给所有的消费者说 那这一批就请你们不要实用 就说那这个费用就是我们 自行吸收了 我们吸收这样子 那我想我举这个例子就说 你会发现在经营企业的时候 你每一个环节都要很小心 你可能一个环节出差错 像我自己后来检讨起来 就这个因为我们刚开始去经营公司 不大显手 就我没有去做一个好的管控 所以以至于我无法确认问题出在哪里 当我无法确认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 我就必须采取最保守的方式 就是我要假定问题是出在我这边 如果问题是出在运送过程 那当然就是看你收到的东西是冷冻的 或者是解冻 如果是冷冻就OK 解冻的就不要实用 那我们就去跟货运业者求倡 可是我无法确定 我就要做一个最坏的打算 有可能都是出在我这边 对那你会发现 你的一个疏失 你所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那再来是说 你不能去冒一个风险 说反正可能有些人收到的 也是还是冷冻的 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因为无法确定问题出在哪里 万一他吃了出问题怎么办 我就必须做最严格的假定 当然这是经营企业跟教书 这个就很大不一样 你如果是个企业老板 你做错一件事情 你可能要赔偿消费者的损失 或者是不管是精神赔偿 还是物质的赔偿 不收钱 这都是一种损失 老师其实我们要推广 这样子的一个饮食安全的概念 我就看到好时机农职整合行销公司 有一个很特别的方式 就是你们会教消费者怎么去买菜 我想说买菜问我阿嬷就知道了 干嘛还要你们特别来教呢 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在现代社会底下 如果我们认真想起来 大部分的消费者会买菜 但是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不知道怎么买菜 我们对于农业跟食物的知识是非常匮乏的 我们觉得我们会买菜是因为 所以有人帮我们把菜一包一包都装好了 他告诉你这个叫做青江菜 这个叫做什么菜 这多少钱一把 对 所以你会买 可是我们不是真的认识菜这件事情 那什么样的种植出来的菜是好的 你有没有能力判断 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能力判断的 有些人就会挑啊 这个菜也漂亮的啊 就是好的啊 吃起来嫩啊 也就是好菜啊 那其实不见得 其实这不见得 当然这有很复杂的专业知识啊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不是说 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的讲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办这种买菜学堂 事实上这个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种通事教育底下 或者是一般的公民教育底下要进行的 可是在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 比较忽视着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用民间的力量来做 事实上 你说以这种叶菜来说就好了 其实叶菜的栽种方式 种植方式 它都会连带的影响到它的风味跟口感 那我们一般觉得比较嫩的 它不见得是 是所谓比较自然的 比较好的栽种方式 它可能是肥要用的比较多 这所谓好 应该就是说对身体好的一种 这个食材不见得 对对对身体好 对环境好 是 对一般来说 我们的看法是 你种植的过程对环境越友善 那你最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作物 农产品 它对人体也会越友善 这两个其实是有高度的正相关 如果这是相辅相成的 但是我必须说如果在台湾去年食安风暴之前 有多少消费者认同这样的概念呢 可能我不知道这一年来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是有的 就这一年因为食安风暴之后有 有更多人重视这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食安风暴 这一次在台湾的食安风暴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认证它不是一个最好的把关的一个机制 如果我们所有的信任建立在一张贴纸上 那是最廉价的 最廉价的一个 其实它到底怎么验证 它的标准是什么 消费者有没有提高你自己在农业跟食物上面的知识 其实没有的 他就把他的这种安全交托给第三方 那我就常跟他们开玩笑 就我们一开始在做农市教育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我是信任你 好时机 我们到你这边 你们推荐的我们都买 那我就开玩笑跟他们讲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骗你 这是一个很 对 你不要 你不想被欺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要 用知识武装你自己 你要有能力去辨识 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不单纯是卖菜 我要借由卖菜的过程去做 在农业跟食物方面的公民知识的提升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是 在以前我们都会认清政府所给我们的标章 这也是消费者 我们仅能够去了解我们到底买的东西是安全与否的 但是在这几年这个标章的信赖彻底被瓦解了 所以真的消费者是很无助的啊 我怎么能够去辨识呢 我不可能每一个都去源头看它是来自于哪里 甚至农夫也可能是骗我的啊 也或者是说我今天买一个贡丸里面的食品添加物 他写了这么多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无奈 因为写了很多添加物我不想买 可是大卖场就只是卖这几种的贡丸 我该怎么去选择呢 OK 我想到这里就讲到关键问题啦 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企业 我就提到说我们要创造新的流通跟服务模式嘛 这就是一个重点啊 就是说现代社会底下分工没有办法避免 有的人种田 有的人加工 有的人做衣服 然后我们透过市场机制把这些分工重新整合起来 让商品去流通 这是现代社会没有办法避免的状况 可是整个市场机制最大的问题是 在这整个流通的过程里面是不透明的 资讯不透明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生产者没有得到合理的利润 那我常举个例子 农民生产食物跟生产商品是两个不一样的心态 如果我今天种田 我们在南部都一个开 这不是玩笑 这是真实的事情 比如说我学长家里在种绿豆 有一次我就跟我学长说 学长你们家没有绿豆 拿一点给我 他就问我 你要自己吃的还是要卖的 因为什么不一样 要吃吃我家院子的 要卖拿我家田里的 种的方法是不同 为什么 但是我们不要轻易的把问题推给个人 比方说台湾这次的死安风暴的问题 如果我们只是轻易的把问题推给 就是顶心没有良心 就是哪一个农民黑心 我这样抓贼永远抓不完 问题你要看是整个制度的不合理 整个制度的不合理底下 你让整个农业跟食物 它成为一个完全的商品在进行操作 这农业跟食物 它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东西 不应该是一个完全商品化的项目 但我们完全以市场机制来处理 市场机制是什么 你从商人的角度 我讲本求利有什么不对 我降低原料成本 提高我的这个产品的利润 如果从工业生产的角度来看 就是这样子 我要大量生产规模生产 一旦你食物 农业农产品跟食物 把它变成一个商品 你就进入工业生产的逻辑 工业生产的逻辑 去生产这些农业跟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 一个食品安全的疑虑 所以我们在创造的新的流通模式底下 其实我们的概念就是 农产品跟食物 它是一个不应该完全商品化的东西 所以我不应该依赖一个完全市场的机制 来流通这样的产品 一旦进入市场竞争底下 生产者就会遇到竞争的问题 价格的竞争 博取 各方面的东西都会出来了 对 那生产者 如果今天是一个以生产农作物 或者生产食品加工 来获利的一个商家的时候 那我最终就会被迫的要降低原料成本 或者我剥削劳动生产者 来提高我的利润 或者是我不一定是这样子 也可能是我蒙骗消费者 一百块的东西我要骗你 这有两百块 我透过广告行销的噱头 那这些都不应该是在农产品跟食物 吃进肚子的东西 我觉得它不应该是这样的流通机制 所以我们创造的那一个社区菜市长 的这样的一个流通模式 想象就是它是一个农食互助网的概念 就生产者跟消费者 它是一个互助的社群 那在这种社群底下呢 我们用消费的力量去支持 生产者用友善的方式生产 友善的方式生产 生产者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风险 比方说它的成本提高 那成本提高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三者做花生糖 它是真的用好的花生 用真的麦芽糖 增加麦芽糖的价格 可以差到将近十倍 它用真的原料做 它做起来的一包花生糖要250块 可能买的人就会少很多 因为听到250块的花生糖 但是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原料要透明 就是你从哪里取得糖 你从哪里取得花生 你怎么制作 这些资讯要透明 当这些资讯透明的时候 消费者要承诺说 我们愿意以消费的力量 来支持你用这种方式生产 结果不会啊 其实它的花生产卖得非常好 对它用这种 其实你回头去想 当它开始去公布它的原料 开始去公布整个资讯透明的时候 说我们的消费社群 大家在晃常大悟 哇原来我们的 那么廉价的花生产 到底是用什么原料做的 原来以前喂孩子吃的这些糖 可能都大有问题啊 但是宝宝妈妈还是买这些有问题的糖给他们吃 为什么呢 你是爱孩子还是害了孩子呢 所以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 就是社区菜市长啊 这也是一个在好时机里面独创的一个概念 就是让每个人可以担任在社区采买的角色 以前我们可能会说 如果我是认识你邻居嘛 然后你就帮我多买一把菜啊什么的 这都是以前比较传统社会里面会有的一些互助的形态 可是现在这样都市的社会里面 在北部也可以发展社区菜市长 不容易啊 是我们社区菜市长的观念 就如同刚刚宛如讲的 就是说把以前传统社区底下会帮邻居买菜 的这个精神 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模式 简单说就是我去替代过去这一种流通机制的方法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社区里面去协助他们成立这种共同购买的社群 那这个共同购买社群里面 这个当头的我们就叫做社区菜市长 这长官的长 他等于这个社区里面负责菜头 那我们另一方面会有农民的资讯透明化 跟友善加工业者资讯透明化的工作 这一方面是我们会有一个pool 说这些农民是我们确认过的 那他的生产资讯我们会在网站上做透明揭露 然后甚至我们会定期的办活动 就是邀请消费者可以去看他怎么生产 然后这当中我们也会每个礼拜办买菜学堂 就有时候资讯透明是这样 他透明了写在那边你也看不懂 如果没有人去做转易的工作 去教你试读这些资讯 然后去提高消费者在农业跟食物上的知识 你也是无法了解 他这种方式加工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你是不会知道的 你是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过程 那简单讲就是我们有一个pool 有一个pool是我们有一个一些 符合这个理念的生产者资讯 但是我怎么样连接到消费者 我每一个社区都成立一个共同购买的社群 共同购买社群的这个头 我们每次以一个生产者为单位 他在社区里面就凑单 凑得像团购一样 团购一样凑到一箱的量 再由生产者直接配送到市区 对他们社区就直接分菜 所以那个概念就是我自己要买菜 但是我自己买菜呢 我跟这个农民买一箱宅配 我是不划算的 对因为那个宅配的费用是固定成本 如果我能够找到十个妈妈 一起来分担这个成本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 聊到这儿啊 先休息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再请 一些老师来聊聊说 在他们实际上去接触到这些 友善农地 友善食品的这些农友的时候 会面临到什么样有趣的故事 我们稍后再回来 我们准备必要的话 共用第二一辈子 但我们也了解说 大陆的这个善意非常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中华队的这种精彩精神 我想它应该是 会相当精彩 您关注台湾脉动联岸关系 全球趋势吗 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 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七点到八点 主持人夏志平 张婉如 短短六十分钟 为您解析新闻 节目设有脸书粉丝团 新浪微博 QQ群 每周五开放现场Colin 和全球听友 互动聊新闻 欢迎收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一大早可能很多人 跟婉如一样都要去菜市场买菜 但是今天我们买菜的方法不太一样 我们是要到一间公司去买 而刚刚上个阶段谈到的社区菜市长 就是长官的长 在里头 在里头你可以去直接跟这个长官买菜 而且你买到的菜呢 是直接农友 就是生产者运送这些食材到你的手上 所以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变得可以如此的接近 那我们在今天访问到 也是好时机这间公司的创办人 谢生又谢老师 谢老师要继续在这个阶段 再来跟我们聊聊 他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些农友 但这些农友 他们也很渴望转变吗 为什么呢 我先讲一个大的结构 就是说在台湾的农民 他其实是跟台湾的社会一样 有一点呈现这种M型化的状态 就是规模大的很大 规模小的很小 规模大的可以大到一个人有100多甲 300甲的地在耕种 我讲不一定他实际持有 他耕作的面积 你看到100多甲 小有小到几分地 都一样是我们配合的农民 有农民的耕作面积是300甲的 有农民的面积只有2分半 那台湾为什么会呈现这么大的两极化 很多原因 比方说过去这个土地政策的原因 那导致这种土地零碎化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或者是要说像这种江南平原 江南平原是地很大嘛 那你可能透过几代的买卖交易 你有可能几个家族就变成具有很大很大的这种耕作面积 可是这个中部以北丘陵地或山坡地 那可跟地就非常的临散 你可能地很多 但是每一块都很临散 你不是连在一起的整片 它的原因非常多 但是无论如何导致的最后的一个现象是 在台湾所呈现出来的 我们的平均 平均每个农民的耕作面积是不到一公顷 平均值 但实际上 平均值有时候看不出 你实际上来看是很两极化的 有的很大 有的很小 那大跟小 他们适合的通路形态 其实是差很多的 如果今天是大农 他单一作物大量生产 他要的是一个吞土量很大的盘商 或通路商 一直把它豁吃掉 可是小规模生产的农民 他没有办法进到这个系统 他的量非常少 那盘上去收他 菜也不划算 他们就会变成在 现在整个流通模式底下 最弱势的一群人 我讲这个意思不是说 谁有良心谁没良心 是说这样的一种流通模式底下 会有一群小农 那反过来讲 这些小农也非常有趣 我们在接触这些小农的过程 我们会分析给大家听 如果你采取的是一般惯性的做法 就是喷洒农药 化学肥药这种做法 其实你跟有规模的农民来比较 你是没有竞争力的 但是你如果转做友善环境 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你开始做自然农法 做友善环境 然后你可以符合另外的一群消费者 就是台湾 台湾的 这几年开始已经有一些非常有观念的消费者 他们以友善环境为主 然后他们愿意去支持消费友善环境生产的这些产品 这个社群是有消费力的 然后有理念的 愿意支持的 有消费力不一定表示他非常富有 但是他们知道说 愿意多花一点点的钱 去支持这样的小农 对 那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把小农 跟这样的消费者把它连接起来 对 那我想打个差 那以前像这样的小农 他们怎么去销售自己的农产品呢 就直接自己拿去卖菜市场卖吗 有些会自己拿去菜市场卖也有 那大部分还是一样 就是进入果菜市场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那个价格是很差的 然后我举例子 比方说我们协助过的部落 他以前在种的水果 他也是用传统的方式 使用农药肥料 他的地非常非常小 就他的这个农地 他一年收下来大概收了二十几万 但是农药肥料的钱 大概要花十五万 所以扣掉他大概只拿五万块钱 好那我们就开始鼓励他 做友善环境的载种方式 当然我们会在方法上 会提供他一些协助 他一年下来 他没有负担任何的费用 因为他就草生栽培嘛 就整个原子里面就让他杂草虫生 然后在果园里面放养一些鸡 鸡可以控制虫的数量跟杂草的数量 就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整个过程没有使用农药 没有使用肥料 然后顶多是自己从山上的土壤 去培养一些有益的维生物菌 再施作在一个果园里面 来平衡整个维生物的菌相 这样 一年下来 他几乎没有花到钱 但是他那一年的田市卖了多少钱 卖了十万块钱 他非常开心 比他去打农药施化肥来得多 产量只剩下原来的三分之一 但是他的价格 收入增加 他的价格卖高了 第一个价格 第二个他不用让 整个非常 他不用进入国外市场 他不用有中间那么大量的成本 他直接卖给夏肺者 但因为他的量少 所以我们共同购买的社群 每个人可以 我们的社群可以把它全部的量给吸收掉 所以对他来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合 他的实际收入也提高了 表面上看起来的总产量降低 但他实际收入提高 他的工作量减少了 工作量减少 他就可以利用那些剩余的时间去打林工 因为他本来的果园地非常小 两分地本来就养不活他了 对那我就跟他说 你看你种不多 养活不了你 你还要用惯醒的农发 喷那么多药 使用肥料 然后你也那么累 那么忙 事情那么多 你也没有办法再去 好好的 捡一份工作 那整个状况就变得很糟 那不如我们采取另外一个方式 也降低你管理果园的时间 我们用更自然的方法来跟踪 我们的共同购买的社群 没有我们的水果是 不分级 它采取一箱是不分级 所以他又减少了他的工作 一般消费者去超市买到的水果 你知道我都 譬如说买到五颗梨子好了 他还会把它装在一个 保利笼的盘子上 然后再用保鲜膜包的 漂漂亮亮的 有的时候我都会想说 有必要吗 但是实际上超市 他卖给你的就是一个好的卖相 对 谢谢你讲这是一个重点 为什么我们要做消费者的农食教育 为什么我们要去组织 共同购买的原因 你也在这里 我们现在共同购买 有大概 那个社群大概有900人 将近900人左右 很多事情如果你一个人做 你会觉得很孤单 然后你会觉得 你是不是怪咖 为什么大家都要买包装的 只有你不买包装的 可是当我们是一群人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孤单 你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对的 比方说水果 我们会做这种农食教育 跟消费者讲 为什么水果你需要买大棵漂亮的 这件事情是一点都不make sense的 都不合理的 你有看过一棵果树长大 每棵都一样大 每棵都这么大 这么漂亮 不可能的事情 对 那到底那个果树 水果外面有一些痕迹 这件事情我们要怎么理解 过去的理解就是这是丑的 这是不好的 可是你知道吗 在我们的社群里面 这样的水果反而是卖的特别好 因为我们的这个社群里面 大家了解一件事情 理解一件事情 这是跟大自然分享的记号 那这跟大自然分享的记号 这不是在自我安慰 这样的水果它会特别的有能量 为什么 因为植物在生长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遭遇到比较大的环境压力 你就会分泌比较多的 我们这叫做二次代谢物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植物的抗体 它就有比较多的微量元素 跟抗体在对抗环境的压力 事实上这样的作物 它也会含比较丰富的微量元素 那像这些都是在农业里面 一个很基本的知识 可是消费者不知道 那当我们吃的 如果是被保护很好的环境 底下生长出来的作物 它的口感是很暖嫩 暖嫩没有错 它的口感是这样 但是相对的它的成长过程 因为减少了环境压力 它就不会有这种丰富的微量元素 这是有根据的吗 这是有根据的 真的是大家可能今天跟马荣 一样第一次听到 原来水果挑有一点点瑕疵的 这代表它在跟大自然对抗过程当中 产生了很多微量元素 对你吃起来 其实对你才是有帮助的 这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为什么有一些 像野菜就是很明显 你吃野菜为什么味道会重 那些都是它的二次代谢物 所形成的一些风味 野菜就是都没有管理 在大自然底下生长 然后对抗环境的压力 它要有一些 自己有一些机制去防卫 事实上我们一般吃植物 吃农产品 我们除了要它的 一般性的营养价值之外 其实就是其他更重要 就是它这些微量元素 我手上有一则新闻 要提供给所有听众朋友 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吃 像是菜豆豌豆跟毛豆 这些豆类产品的听众呢 其实这些豆子 在台湾的食药署的检查当中 已经连续五年 不合格的状况高居第一位 这主要是抽验 这些豆类的农药残留的问题 除了豆类之外 其次不合格的就是 番茄甜椒跟茄子 叶菜类是菠菜白菜 以及油菜 这冬天到楼上 是菠菜的盛产季节 但是你现在看到这个消息 你要特别注意了 那像水果类的产品中 不合格率比较高的是 芒果龙眼跟荔枝 为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 豆类的农药残留相当的严重呢 食药署方面就是说 这是来自于农民啊 在采收的时候 对于停药期的控制出现了错误 好看到这样子的新闻 听众朋友 您一定会开始问 婉如说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喜欢吃的菜豆类啦 豌豆跟毛豆 有这样农药残留的问题 我该怎么办呢 灵口肠根医院的肾脏科医师 严宗海就说 农药其实是可溶于水的 民众清洗蔬果的时候 应该浸泡在清水中 并且打开水龙头 不断的冲洗15分钟以上 惨了 宛如平常 大概冲个一分钟 就觉得已经很久了 那医生告诉我们 要不断的冲洗 15分钟才可以去除农药 那至于有些蔬果类 是可以去皮的 就尽量去皮 那像是甜椒 番茄 或者是葡萄 这一类的蔬果 您的清洗方式 可以用软毛刷 轻轻的刷洗 至于坊间的一些偏方 我想听众朋友 你也都听过 像是用洗米水啊 或者是用盐 小苏打 或者是去外面 特别买蔬果 专用清洁剂 医生他说呢 其实你都不必花这些钱了 他不建议这样子 因为仍然是以 清水来清洗是最好的 请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 今天早安台湾的节目现场 再请谢生佑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买菜 在珍珍美家园 我好温暖 在珍珍美 我好多朋友 在珍珍美家园 有幸福的感觉 我们的珍珍美 在珍珍美 无力机会 您知道吗 部分幸运的憨儿 在年轻的时候 进到安养机构 就有机会能放心安老 但有90%的比例的憨儿 为居家自行照顾 只是智能障碍者 提前老化的速度 比一般人更快 当养护者老了 离开了 许多憨儿便面临了 无所依靠的困境 现在需要大家的一份力量 为老憨儿打造一个 温暖中老的家园 我们是家人家家 请大家一起来帮忙 爱心专写 03-456-1455 转227 珍珍美社会福利基金会 邀请您 一起携手 为老憨儿盖家园 继续回到早安台湾节目 我是张婉如 我们收集计划呢 又有许多的长辈啊 很重视养生 在今天节目里面 我们就访问好时机 农食整合有限公司的创办人 谢生佑 谢老师 谢老师将透过他所创办的社会企业 来告诉消费者 怎么样才是对你自己最好的保障 不过要怎么样教大家买菜呢 其实我看到谢生佑老师 他们开办了一个买菜学堂 还有社区菜市长的一个规划 这些都蛮有意思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谢老师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买菜学堂是这样 就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邀请农民 我们固定会邀请农民 来跟消费者碰面 像这样的活动是免费的 就是让消费者了解 他到底怎么跟踪 然后他在农作的过程里面 遇到哪些问题 而且有一些我们台语 假如说美嘎嘎 你让生产者自己来讲 比方说我们有农民 就会教消费者 如果你去参访一个农员 你怎么判断 他是用出草剂还是人工割草 有一些专业的人 他可能可以容易很分辨 但是对一般消费者 他很难分辨 他看不出来 他就会教他说 如果割过草的草会有什么痕迹 他如果是用割的话 你可以看到割草鸡割过的痕迹是什么 这个我们完全不会知道 或者是说农民的耕作过程 会告诉你说 他有没有 我们知道有机的认取很大 有机的范围其实非常广 那有的农民 他一样是种我们所谓的 我们都把它广义成为友善环境 有些农民会用生物性的防治制裁 有些农民是根本不防治 他完全不防治 就是让虫吃剩的他在采收 有些还是会用这种天然的东西 比方说苦茶破 这些是无毒的 无害的 环境无害的去做田间的防治 但是有做防治跟没有做防治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田间的生态项会有什么影响 你知道这种农民有时候只会做实验 他完全放任不管的 种出来的农作物的口感 跟你有做防治的口感的差异是什么 那我们会有这些属于农民的分享 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课程是会收费的 不过我们都收的很便宜 大家都一吃到一百块 一百块或到两百块就不一定 看状况 我们会邀请比较专业的老师或学者 来深入的谈一些议题 然后也可以让这些消费者 你有一些疑问可以提出来问 比方我刚刚讲的 那个植物自然环境生长是不是比较有微量元素 那这些我们会请一些专业的 那就可以针对这些议题再做比较深入的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因为现代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回去种田 对 不可能 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是食物工作者的分享 让这些消费者能够宛如生利其境 然后另外也借这个过程里面 拉近他们的距离 然后办一些活动 再带他们到这个生产者的基地去他们体验 我需要这个环节 那另外一部分我需要有专业知识的补充 然后增加这些社区蔡市长的知识能力 才能够跟他的邻居们在说 在分享 这很重要 因为你背后还是要有一定的知识 你才能够真正告诉别人说 其实我吃的 我买的是聪明消费者的选购方法 所以老师像你们在跟农友座这样子的接触的时候 那些农友都是主动来的吗 还是你们也要到第一线去跟很多的农友座推广呢 一开始我们是比较辛苦 是滚雪球 就认识一两个农民 然后就透过他再去认识其他农民 那不然我们第一年 公司成立的第一年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跑产地 我一个月的 我们一个月大概要 公里数大概一万公里吧 就每天几乎都在跑产地 然后 拜访农民 然后鼓励他转做友善环境 可是现在就比较轻松了 因为现在大概你做到一定程度 大家比较有一定的知名度了 就很多的农民就会自己找上门 那其实在台湾 做友善环境生产农民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只是我们没有一个系统性的力量 在支持他们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台湾很多做友善生产的农民 是小农 规模很小 它规模很小 偏偏台湾的主要通路都是大型的通路 这两个是接不上的 一般的大型通路连接到的都是 比较规模的有机农业的生产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 有规模的有机农业生产 它的经济产值是比较高 那它也比较容易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 它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跟功能 但是反过来讲 环境友善的这个面向来看 就是你一旦规模化 系统化的生产 你就没有办法做得太自然 所以我刚刚提到 有机农业其实是一个光谱 非常非常广的 那当台湾有一个有机验证法规 有机验证法规是说 你必须申请有机验证 你取得那个标章才能称为有机 是啊 如果没有取得的话 你只能称为无毒或者是自然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广义的用自然农发 或者用友善环境的原因在这里 因为很多农民就像我刚刚讲的 它完全不做防治 然后它用以自然生态的方式去栽种 事实上它的产品比温室栽种的有机里面 是更天然的 但是因为它没有去申请验证 它就没有办法取得有机飙涨 因为我听说申请这个验证 还要花不少钱 对对对 所以很多小农真的是没有这个财力 特别去做这样的申请 对对对 有一些小农他的 就他跟做面积太小 他算是要不划算 他就会放弃 对 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才说就是整个 现在既有的通路或服务模式 我们都假定农民的生产规模是到一定规模 但是就是很不幸的 台湾农民是很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差距蛮大的 对对对 所以老师在你接触这些农民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感动的故事在里面呢 这种感动的故事是还蛮多的 就是说整个过程 比方说因为我们最近一开始讲的那个花生糖 他其实是有高中同学 高中在补习班认识的同学 哇超久了 他回去继承家业 他们家就是传统的汉饼铺 你知道传统的汉饼铺是这样 传统汉饼铺是 他跟现在面包店不一样 他不会做好放在架上卖 不会他都是人家订了再开始做 就像洗饼这样子的一个大饼 对对对传统大饼 他是非常新鲜的 像我那时候就去了解我同学 好久没找他去拜访他 他那时候其实来说 他其实有一点点做不下去 因为从行业越来越没落 是传统产业了 对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工方式 就是我不大量生产 我不积极生产 为什么要手工 因为手工才可以适应不同的原料 随着季节变化适应不同的原料 现在不是啊 现在的加工业者都做同一种商品 一年四季都做同一种 没有市场怎么办 我们就开始跟他合作 我说我们应该去推广这样的一种 好的这种手作的加工 后来他就开始帮我们做花生糖 手工花生糖 然后甚至他开始在他做的昂菇 就不要用色素 我们用火龙果 火龙果皮 就是他这一两年来 他已经开始整个他的传统饼铺又找到了升级 你知道吗 这些改变 对于在很农村的生产者来说 每一个改变都是很大的风险 因为他们看不到那个市场在哪边 所以当时我去跟我这个朋友讲的时候 说你要不要开始转变 他其实很犹豫 非常非常犹豫 我说那这样 虽然我现在和饼铺生意差 但是我在他的生命经验里面 这个是可以想象的 是安全的 而且是服务我的社区 那你现在教我改变生产 这个一巴花生糖 200块做的是谁要买 他很担心 原料用这么好谁要买 当然我们就一方面做这个事情 一方面我们就跟消费者沟通 消费者愿意支持他 然后现在他就重新找到了 传统手工饼铺的生机 这是我自己的 就蛮感动 就是这种消费者跟生产者之间的 勇于去改变的一些 愿意去改变的这些勇气 另外就像说 还有一个农民也蛮有趣 我们在新丰他是种迷的 他其实是一个科技业 然后他被五星架 当时候景气不好 五星架采源回家种田 那因为他什么农法都不会 那他也不敢喷农药 他怕自己中毒 所以他就选了一个方法就是 天生天养通通不用管 从事剩下他才猜 我常戏称他的米是全台湾最丑的 他没有一颗是没有被虫咬 但是他的米很奇怪 吃起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 风味就太没有用肥料 就是很自然的风味 他米以前在市集是卖不掉的 甚至有消费者买了他的米之后 是倒掉的 然后跟他抱怨说 你这种东西你也敢拿出来卖 但是我们去请教一些老师 去了解事实上这是最自然的风味 他完全就是非常在自然的方式栽种的 他其实是个好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跟消费者沟通这件事情 结果我们在消费者里面 这些社区菜市场里面 竟然就有一群人自主的去 推下他的米 然后帮他做设计 帮他做包装 帮他去接洽跟企业谈 介绍他这种理念 这种自然的种法 对 然后他的米从原本都卖不出去 到现在卖完了 然后甚至 因为他跟做面积很小 才一家六分地 那在种稻米的时候根本养不活 然后大家还开始在帮他集资 让他去租更大的地 他觉得 因为他是他们村庄 唯一一个不用农药不用肥料 去做这种友善环境的生产 那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太重要 因为我不仅是吃你的米 我很感到的是大家愿意做这种改变 很多人看到那种米粒很小 碎米就不想买 没错 因为我们看到的广告都是饱满的米 然后看起来照 透过那个照片看到多漂亮 看起来就好像很好吃 对 没有人会想吃半颗米吧 但是转个观念你会发现 有差吗 事实上还没有差 他反过来讲这些半颗米 这种在高环境压力下成长出来的米 它其实含有更丰富的微量元素 那风味也完全不一样 当大家开始去愿意去改变自己 原来的被商品化 巡化的那些观念 开始转变去吃它的米 甚至帮它推销 到它现在的米全部是卖完了 卖不够还要预购 然后大家愿意帮它集资 让它在它的村庄租更多的地 去做这种友善环境生产 在这里我看到消费者跟生产者的合作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推 社区菜市场最主要的目的 就大家不是一个生产一个买 我们不是买卖的关系 我们是伙伴 让我们透过一种共同合作 共同支持的方法 真的去改变农业或者食物 它生产的过程 第一线生产的这些农民 也是需要鼓励的 如果就是一个人默默的在做 我相信也很难支撑下去 所以我们在今天聊到一个社会企业 老好时机农食整合有限公司 也想在最后一个阶段请教谢老师了 就是社会企业怎么赚钱啊 你刚刚讲到从头到尾这么多 但是你们也不是做公益 也不是非政府组织啊 你们怎么去维持一间公司的营运呢 一般来说企业是以获利为目的 当社会企业它最根究底 它还是企业 它不能募款 不能够有这种补助之类的 所以我们还是得靠着我们的服务 来获取公司维持的利润 当社会企业跟一般企业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社会企业 它是以解决某个社会问题为目的 可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 如果你认真的去思考 为什么现在的社会这么多问题 因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底下 它很多企业在赚钱的过程 它同时创造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方我透过劳动剥削的方式 来获取我的利润 我就创造了劳工问题 那我赚了钱之后 我再拿我的钱去解决工人问题 这是本末导致吗 或者我在生产的过程 我创造了环境问题 那我赚了钱之后 我再成立一个什么基金会 来推广环境教育 这都本末导致 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企业 它最终还是要获利 获得这个公司营运的 基本的这个收益 但是这个钱要怎么赚 你应该在赚钱的过程 就避免问题的发生 所以这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是你必须创造新的行业形态 创造新的业态 在我这个公司营运跟获利的过程 我再重新让社会团结起来 在我获利的过程里面 我让农民可以用友善环境的方式生产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服务 我们是有收费的 好像农民的所有教育里面 我们是收15% 就是消费者跟农民的 直接购买的总金额 15%是给 对 一般流通模式 大概从35%到60% 这么高 这么高 你不知道很多的生产者 大概通过去 100块 最后只拿到40块 那友善一点的就是 拿35 就是65给生产者 那像我们这样的模式 是85给生产者 我们就15% 那15%里面 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 帮忙组织团购 它分7.5 那我们平台就是7.5 来做维持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 台湾有很多的农产品 是生产过剩的 那这部分我们会用 来做友善加工 那什么是友善加工 我简单的讲 友善加工 它是应该以本土 作物为主要原料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精神 我常开玩笑想 台湾很多加工业者 赚钱跟台湾的农业 没关系 他进口原料 做一做 他可能还用外劳 我开玩笑 或者用机器 机器是国外进口的 国外进口机器 国外进口原料 做了产品之后 外销出去 他整个 整个创造的经济 利益跟台湾 几乎没有关系 这是很夸张 举张的例子 那我们认为一个友善加工 应该以本土的原料为主 所以本土的主要原料是什么 谷物 谷物原料米 那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那多到农国会要请农民 要修耕 对 或者杂粮作物 所以我们发展了一系列 本土谷物的烘焙 像我们做的蛋糕啦 蛋卷 米蛋糕吗 对 我们完全是不用面粉 是零卖啦 一般在座都还会放一点点卖 我们是完全没有卖 就是完全是米 也有完全是黑豆粉也有 这些杂粮作物所磨制的粉 那我们请台湾的机械厂 一起研究 研磨的机器 这背后的用于是建立一个 本土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连结 对 那我觉得 这是 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公司 可以有营运跟获利的 那这背后的一个精神就是说 我要以解决社会问题 作为我获利的目标 然后我获利的过程 我不能创造新的社会问题 这是大概是一个社会企业的理念 我们希望这些故事 能够带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一个正向的发展 今年2015年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重新开始 你是不是从此刻开始 可以改变你自己 在饮食方面的习惯 或者是在购买时候 可以多一点直接跟农友的接触呢 你可以感受到 台湾这块土地 不是只有高科技 其实还有很多 很浓郁的人情味 就在我们的乡间 结论就是呢 如果大家重视农业跟食物 跟重视环境 最好的方式就是靠自己 就提升自己的 在对这方面的关注 然后每天多花一点时间 在农业跟食物的 这个议题上面 那当大家都不关心 你自己眼前的食物 你就更不可能去关心 背后的生产 2015年 多花一点时间 在你每天吃的东西上 这可以给自己 做一个今年度的年度目标 我们今天访问到的是 好时机 农食整合有限公司的 创办人 谢真佑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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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刘优斐 德国 啊